成员名单 还有一些市场分析报告 请您公募 一直以来我都对自己说 不管怎样 都要做我自己 事业上 我可以从头开始 和感情呢 我用泡硬币来解决好吗 字就分 花就和好 三级两胜 五级三胜 两下 五级二前 二级三胜 四级三老 二级三老 一二 usual 五级三老 是不是你在电视剧里 看到这样场景太多了 所以一点都没有反应 我可能是 这反应过头了吧 来 坐 黄恺 我们结婚吧 你说真的 真的 好 那我们明天就去明镇局登记 明镇局晚上加班吗 延续 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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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结婚那么高兴啊 昨天晚上没睡好 我是高兴的没睡好 真的那么高兴 我多年的心愿啊就快实现了 你真的那么高兴 真的 快点吧 来 等等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真的想跟我结婚 真的 你就别拖延时间了好吗 我都等不及你做我老婆了 拜拜 那就好 我就怕你是因为心虚才跟我结婚的 我有什么可心虚的 不过我也要提醒你 你千万不要因为是他我才跟我结婚 这婚逆结了 你要是后悔的话 那可就是二婚了 我早就想明白了 你想明白了吗 我当然想明白了 你明白了 我都明白了 快 等等 我们好像好久没有这么沉默过了 沉默来临的时候 就是我们两个关系结束的时候 你今天到底还是没绷住 在盖章的前一秒跳出来的 有些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懂 黄凯 我们分手了 以后都不要再联系了 你能不能再联系 你也不能再联系 那你能再联系 我得到你 你不知道 我好久不见 你不想不见 你怎么会 你不能再联系 你自己想不见 你怎么会 你不想不见 你怎么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一个流程助理租大的房子 顶多只能装下这些行李 而我实在没办法把自己也塞进去 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不欢迎吗 没听懂啊 晓晓 陆逊先生曾经说过 我不代意最大的恶意 揣托中国人 我也不代意最大的恶意 揣托黄恺 可没有这一次 我说给他一次机会 给他一次机会 其实我是想说 给我一次机会吧 他还是骗了我 没给我这次机会 他跟卓妍都是一样 都是混蛋 都是一求之贺 男人要想骗你 永远都骗你 说一次谎 就永远都说谎 晓柔 你说呢 其实感情没有欺骗 只有输赢 你们像我就最好了 最安全 不动心就不受伤 在感情的世界里 谁先动心 谁就输了 谁最狠心 谁就赢了 我觉得也没有你们说的 那么恐怖吧 这说谎嘛 也分说好谎和说坏谎吧 你看咱们笑笑 爱上一个清洁工 他就转身变为年少多近青年才卷 这就是说好谎 总比你爱上一个亿万富翁 然后他再告诉你 所谓的亿万 不过是越南顿好吧 忍大美女 你别饿了吧 厨房有吃的 免费的 男人要是想骗你啊 他翻着跟头 画着圈也把你绕进去 我马嘉丽这么聪明伶俐的人 都栽了跟头 更何况嫩一点的了 吃一切长一智吧 别跟那些撒谎的男人纠缠不清了 余笑笑 你听见没有 你这诉苦吧 半真半假 有百分之三十是说给你自己听的 有百分之十是说给我们俩听的 另外的百分之六十 都是说给笑笑听的 我跟黄凯好了一年 这一年 就算养只老鼠也有感情了吧 更何况 我一直觉得 我是红太郎 他是灰太郎 现在好 反过来了 我能不痛苦吗 我拿我的痛苦经历 告诉我妹妹 别再对那个混蛋的卓元心软 那我的痛苦也算有价值了吧 卓元是谁啊 我不知道 也不认识 我知道 你越也这样说就是你放不下 你要像我一样 哭出来就好了 会有什么用呢 眼泪能把那些快乐的回忆 都冲洗干净吗 吕笑笑 吕笑笑 你有点功德心行吗 你姐我现在是失恋的人 你对失恋的人 有点功德心好不好 我现在要操两份心 又要为你操心 又要失恋伤心 还要对黄凯狠心 不要 不要 你们来得太 太极了 我也没时间收拾 笑笑 你没事吧你 谢谢姐 送我这么别具一格的 见面礼 我去洗手间 你房间太整齐了 是挺整齐的 坐吧 坐会儿吧 走啦 李晓晓 他用禅子里面这个侨� sexually 还是那个开心的 心自信快乐的吕向向吗 就像表姐说的那样 你真的能够认受 一个人一次 都要一次地对你说话吗 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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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天开始 作为自己 这是我爱情的记忆 我要甩了他 你们说怎么办吧 我看电视里说 这腊肠要停止上一段感情 你就不能把上一段的感情厄运 带到下一段 必须得举行一个亲离式 要不然嘛 就是烧掉东西 要不然 就是拿着权杖裸体跳舞 等等 还是裸体跳舞吧 这是什么呀 我从她那儿回来的时候 拿错行李箱了 都是她的东西 烧掉她 电影票 王凯的四脚裤 照片 拿刷 带 晚餐发票 小柔你也有发 本来是谁 别闹 三月十六号 想起来了 不许说 王凯的 这不是纯酒精吗 大不就是纯酒精 你疯了吧 真悬 幸好咱们反应快 不然这样跑119了 真是太可惜了 要是马嘉丽的公寓给烧毁了 你就可以去孝的房子住一晚了 你的意思是刚才火再大点 我们四个就可以在烈火中永生了对吗 不过孝孝说真的 能不能把你的公寓的钥匙借我 让我去住一晚上 我发誓明天早上一大早就把钥匙还给你 不会吧 别给他 明天狼哑的人去收房子呢 里面所有东西都被清空了 马嘉丽 好啦 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 楼上肯定还有好大烟味呢 要不出去逛逛 好呀好呀 这附近新开一家烧烤店 我们去吧 这个点还吃烧烤 你胃口真够好的 走吧 你们去吧 我有事就不去了 先走了 姐 姐 姐 怎么回事啊 走走走 走啊走啊 走走走 attacked 在那里面 跑男 Athletic 甚至老 dear 鼠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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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让人生同感受的广告 才是好广告 发什么单 这惆怅是会纯染的 你一玩就到我了 错 我还大大没惆怅完 不过不能因为老板失恋 当卧底失败 就让外面物质人喝西北风吧 王主编那里你怎么交代 不交代 计划就随着变化而变化 喂 好 好 谢谢 吕霄霄和马嘉练 帮沁阳制造了在中国第一支播放的广告 又大功效 那我新公关也帮欠了十对头 私上只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广告 广告撞车 那这消息 是你告诉他们 还是我来告诉他们 这是一个 让人又纠结又兴奋的任务 石头剪子布 恭喜你 救你了 第二次 来 二次 我叫她 找上个升职 我参加了 一切 都要edes 佳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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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我真的有事没什么好说的 慢点 我真的有事情跟你说 重要的事情 你听我说吧 对不起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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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我是来通通报信的 你们的六大功效广告 陌信邦思上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是卓妍让我跟你说的 你说什么 你们那个六大功效广告 陌信邦思上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我表姐跟我说 这世界上有三个最可以小谎的名单 一 是卓妍 二 是彭 三 是你们两个把他一起 这件事情我有什么必要骗你 你们背后那个上纪之手 跟陌信公关合在一起才搞款狼牙 这事也没让我知道啊 虾妍是你的真意 你不要告诉我 是失恋打击了你们的智商 你智商才有问题呢 你是没智商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要怎么样 大家打的都是六大功效的招牌 那就在市场的厮杀里面 肚死这事还不一定呢 除非你们比我多一功效 七大功效 七大功效完美曲线 私上出品 都在 大家要看了广告了吧 私上的广告不但比我们多了项功能 还提前那天发布 凯琳 你跟我走一趟 是 凯琳 凯琳 凯琳做梦江湖这么多年 怎么会犯这种错误 听说是和Terry做的 Terry也真是的 都到了设计部了还不甘心 害得凯琳都是和钱 失恋了也别拿工作电船 有的人倒好 一路到底 再降也无所谓 只可欺了青阳这个牌子 说真的 他们的洗发水真的很好用 到底怎么回事 串瑞 这次是你亲手把清阳送到厮商的盘子里 我劝你还是辞职罢了 以我以往的经验 这件事情后果还严重 我不会放弃清阳的 垂子挣扎罢了 好久不见 我今天是要来恭喜你了 就因为我没代理 你要华侃淑兰的信息 你就落井开始 不 我要恭喜你了 因为在离开狼雅之后 你正式被长城光辉公安公司聘用了 我为什么要离开狼雅 继续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呢 同水砖 我让黄凯告诉你的讯息是真的 为什么你连 那么一点点的信任都不给我呢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信任你呢 如果有人一次又一次地对你撒谎 那就甩了他 对吗 我需要真正持久去泄的洗霸路 在清阳法国技术中心 我终于找到了能说话算数的 原来他们玩了一个声东极西的把戏 那个所谓的六大功效广告 其实就是一颗烟雾弹 让私上上当的 真正的杀神 是这条广告 女人的报复性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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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觉得 这广告词实在写给我呢 现在 他们把我们和讨厌的头皮屑 归得一类的 那是你 我是清阳法国技术中心的 说话算数 我说那是我的目标 我马上就要行动了 我马上就要行动了